年輕時身體不好 看了很多中西醫都沒有改善 自己就覺得打針、吃藥 都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加上本身身又歪、腰又痛 經過幾十次的治療 中醫的手法護脊治療之後 我對中醫的護脊手法有一個很新的體會 中醫講求是陰陽氣壓和氣血調和 我很深信只要改善這些體質 改善不良的生活隱蔽習慣 心神可以得到修養 我們才有機會脫離一個痛症的噴料 十幾年前我已經開始構思 我將來要用一個心 去打造一個全面的中醫治療 和護脊、保健、養生的中濕 令到大家對痛症有另一種體會 在病痛裡面醒悟到人生 我們的宗旨是以病為師 希望幫助多些客人遠離一些病痛 改變他們有痛症去醫治的思維 亦都發揚一些古中醫學 自未病的養生概念 亦都鼓勵我們去修煉一些新心靈 而得到全面的健康 我們有部份的客人 是得到慈善基金來接受治療的 我們展望未來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這些傷殘的朋友 在傳統醫療上進展不遲的朋友 我們亦都希望幫到他們 幫他們燃燒起他們的健康新希望 觀ts youth 在訓練 doc教藏 man 養源